Xpel,你是怎样加入我们的财产学员 然后到现在成为我们的ICG的务成员 然后跟我们现在环游全世界 你是到底是怎样会加入我们这里的 嗯,朱老师,其实像当初我会接触到WCI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缘分就是说 当时候其实我手头上已经有不错的投资工具 但我只有一个而已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单一 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不安全感 嗯,所以这样子的姻缘巧合之下 就无间有一天让我看到了朱修健老师的一个广告 那这个广告呢,是关于到雷军如何投资股权 通过股权去支付的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到 原来世界上顶端的富豪 他们所谓最强大的投资 并不是股票,而是股权 这就深深吸引了我 跟朱老师啊,想产生进一步的链接 其实接触过朱老师呢 身边很多朋友都有跟我说 朱老师的过去是怎么样又怎么样 不过我给朱老师的一句话 其实还蛮震撼一下 那他说啊,其实今天我们选择跟一个人交往 其实最主要是说我们当他是朋友嘛 朱老师就问我 如果今天你付费一个7155 如果可以愿意跟朱老师做个朋友 那好不好呢?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这么说话 其实好像这个人很真诚一下 当我来到线下看到朱老师的时候 连我老婆都觉得这个人是很真的 所以我能相信说 可能朱老师有过去一点点不好的一面 但他会做出这么大的巨大改变 这一点才是值得我们普通人 平凡人去学习的最主要的一个要点啊 听说你不只是自己加入IC技术部成员 然后你的弟弟本身是accountant 也加入了IC技术部成员 然后妹妹是牙医 也是加入了我们的IC技术部成员 包括爸爸妈妈也一起来 为什么你会让到你的家人 全部一起来到我们的财商学院学习呢? 最主要是两点吧 第一点朱老师让我看懂了 下去十年最大的资产 那就是打造IP 其实啊,我这个做大哥 过去可能十年二十年 有一点失败的地方就是说 可能不懂得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弟弟妹妹 如果我可以不费力交给一个老师 付一点点的学费 让他们跟这位老师学习 在最短的时间拿到最大打造IP 下一个十年最大的资产 这个结果我就觉得非常的值得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股权投资了 那当今事实上啊 其实股权投资 我敢讲其实就是百分之一的人 才可以接触到的投资啊 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开玩笑 数据绝对是可以在网上找到 所以就是这两点 我觉得 既然我有这个资源人脉 可以接触到 为何我不带他们来认识朱老师呢 明白 那我也想想了解一下 你过去是管理这个投资股票嘛 那么后来你看懂了打造IP 你进到了我们的WCI财商学院呢 来创业 能不能够说一下 这个创业的模式啊 就是当代的流量的打法 让你为什么会选择 来这一个流量的打法呢 其实过去我所追求的投资回报率 可能一年要去到百分之七十八十 那时候其实我不懂我为何这么追求 那进到来财商学院学习 我才知道原来是我的资本不够 其实一个人要达到财富自由 其实真的你要累积的财富并不多 只要你一个五百万的这个资产组合 其实你一年的投资回报率不需要多 只要百分之十 你一年的回报就五百千了 这其实是我在财商学院 学习财商最大的一个结果 那要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去累积 我们第一个五百万呢 其实毫无疑问 在这十年肯定就是通过IP的打造 在IP的打造 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累积到最大的流量 而从流量去变现 在最短的时间去累积到你第一个五百万 哇 那谢谢我们的XL非常的有智慧 让我们通过打造IP 实现财富自由人生 那么一起呢 环游全世界 耶 感谢朱老师 唯一能看到使用财商创业成功 讲述自己经历的老板